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二十三唐瓜斋 那月二十三 我们甜甜蜜蜜的送走了赵官赵王爷 由于赵王爷要去玉皇大帝那儿汇报各家的情况 一直到年三十才能回来 在没有赵王爷这个监官的监督之下 祭赵以后便正式开始了过年的准备 老百姓在这段时间是百无禁忌的 可以打扫房间 清洗工具 拆洗被褥床单 疏通明暗勾取等等 把家中庭院收拾得干干净净 利利索索 等到新年的到来 由于神仙不在 也不会惊扰他们 做事情也就可以随心所欲一些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些民俗中啊 看到咱们老百姓在紧张忙碌的生活中 张弛有度的人生智慧 咱们民间大多时候都把每年的农历 落于二十三起 一直到除夕的这段时间 叫做迎春日 也叫扫尘日 扫尘在北方又叫做除尘 除残 那么在南方呢 叫做胆尘 打哀尘 据吕史春秋记载 在尧顺时代 就有了春节扫尘的风俗 腊月二十四 胆臣扫房子 最初是古代汉族人民 驱除病疫的一种宗教仪式 后来呢 演变成了年底的大扫除 以此来寄托汉族劳动人民 希望辟邪除灾 影响纳福的美好愿望 想必二十四扫房子 这句俗语很多人都耳熟能详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 每年的这一天 家里的长扮们 都会起个大扫 把家里里里外外都清扫一遍 那么为什么要选在 腊月二十四这一天扫房子呢 其实这背后啊 有个很有意思的传说 话说古时候 人们一直信奉神明 传说中有一个三师神 他一直像影子一样 在人间晃荡 喜欢跟随在人们的后面 三师神擅长阿谀奉承 还喜欢搬弄是非 他每次到玉皇面前 汇报工作的时候 总喜欢把人间 描述的异常的丑陋 那么久而久之 人间在玉皇大帝的形象 就大打折扣 有一次三师神 又在玉皇大帝面前 搬弄是非 造谣说人间 有很多的人 对玉帝不敬 还谎称 说他们要想模反 玉帝听了以后啊 大为震怒 于是决定派手下人 到人家去探查一番 一旦发现 有对神灵不敬的人家 就会记下这家人的罪行 并用屋檐下的蜘蛛网 作为记号 到了除夕夜的时候 再命王林官下界 对有记号的人家 进行惩戒 三师神见自己的计谋得逞了 趁机呢 就在每家每户的屋檐下 都留下了蜘蛛网 作为记号 想对人间的家家户户 斩尽杀绝 好在他的诡计 被赵神发现了 为了让人间躲过这一劫 赵王爷想了一个解决的办法 赵王爷告诉人们说 那月二十三送我上天之后 你们必须马上 把自己的家里的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赵王爷的话 谁敢不听 于是就在那月二十四这一天 家家户户 都会对各自的家 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那么三师神留下的蜘蛛网 也就被清理的干干净净 没有痕迹了 到了除夕夜 王林官下届一看 只看到人间一片窗鸣几净 欢乐祥和 之前三师神留下的记号 根本就找不到了 王林官就把情况 如实的反映给了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听到汇报以后 不仅没有对人间的家家户户 进行惩罚 作恶多端的三师神呢 以后也被禁止再到人间去捣乱 于是送造之后 扫尘的习俗 便在民间一代一代的流传了下来 那么说到那月二十四这一天扫房子 其实也是很讲究的 通常正确的扫房子的方式 是要先判断一下过去一年中 家中的整体的运势如何 再去打扫 如果去年全家人的整体的运势 还顺顺利利 那么可以先从大门口开始 接着再往屋内打扫 寓意着把好运气都收到家里的意思 但是呢 如果去年家里人运势不是太顺心 那么就可以从屋子里的最里面开始 往大门口打扫 寓意着把过去的晦气都清扫出家门 那月二十四扫房子对庭院内外进行彻底的大清理 按照民间的说法 灰尘的尘与姓尘的尘是谐音 那么新春扫尘就有了除尘不新的含义 其寓意是要把一切不好的运气 晦气通通的扫地出门 来年要有一个好的兆头 同时呢 这一习俗也代表着人们除旧立新的美好愿望 和辞旧迎新的浅诚祈求 如今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 家家户户都会在新年来临之前 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它的作用也不再仅仅是驱邪必灾 起伏降降 更多的是对形成文明社会新风上的一种在线形式 同时呢也展现出了中华民族爱清洁 讲卫生的优良传统 毕竟讲究卫生 减少疾病 是我们一直以来追求的良好习惯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个典故 一乌不扫何以扫天下 说是东汉时候有一个少年叫陈帆 他独具一室 屋里肮脏不堪 他的父亲的朋友 薛琴就批评他说 你为什么不把房间打扫干净以后 出来迎接宾客 陈帆回答说 大丈夫处事 当扫除天下 安事一屋 薛琴当即就反目他说 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 这句话是要告诉我们 成就大事业者 都需要从小事做起 物以善小而不为 脚踏实地 头顶青天 踏踏实实地做好 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 小事做多了 也就成就大事了